这回他没搞什么幺蛾子吧 林凡穿越归来 第一时间是赶紧检查了一下自己 倒是没发现有什么毛病 就是吧 这衣服咱给换了 这丝拉起裤腰带一瞅 胖呲也给换了 这 小兄弟还在 还好 倒是没乱来 不过连贴身衣物都给换了 这虎娘们 这真的好吗 说好了不让我换他衣服 他去换我衣服 这什么人呢这是 这一刻呀 林凡这突然赶脚 自己吃亏了呀 吃大亏了这是 现在不都这么说吗 你这男女平等 凭啥他能换我衣服 我不能换他衣服呀 你这不是赤果果的 这个骑士加双标吗你这 不成 我得找机会把吃过的亏给补回来呀 接着他打开了手机 找到这齐子肖留下的视频 视频中啊 自己对着镜头 悠然开口 之前让你打探 关于如何前往修真界的事 有眉目了吗 然后 没了 这林凡重新翻翻两部手机 发现还真就没了 就这么一句话啊 他靠在沙发上 翻起了白眼 这 我哪知道什么修真界啊 我 小说里都是做星际传送阵 这玩意地球有吗 这 林凡很怀疑啊 不过他也觉着 嗯 或许有 毕竟啊 如果说这地球跟这修真界 你这完全没联系的话 那这些个上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啊 什么这个神仙妖怪什么的 这又是什么东西啊 但是啊 目前而言 这些的存在呢 都离自己太遥远了 你想要寻找 这太难太难了 哎呀 现在还是先过好自己 照顾好身边人再说吧 林凡如此想着 富则皆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当然这个穷富呢 并不指的仅仅是这个钱财啊 可是这问题在于呢 自己现在这不仅这玩意穷的叮当响 也没这啥牛逼哄哄的实力啊 虽然这个从妻子肖留下的影像中 得知了自己修炼了这个什么水柔体啊 但也仅仅就是入个门而已 而且这个水柔体啊 在修真界 也算不上什么特别高深的这个功法 啊 水柔体 这适合女人和娘炮的功法啊 林凡难逆着 嘴角是接连抽搐 我说我这皮肤怎么变得这么好呢 还流光水滑的啊 那接下来我需要做的就是 测试一下自身的素质 如今 自己这怎么说 也算是个半吊子练体修饰了 这总要对自己的这个实力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才是 啊 否则你这这还真就容易整出这幺蛾子来啊 想了想 林凡就跑去厨房去了 拿出一个水果刀 琢磨片刻啊 这次一咬牙 哎呀 大不了就是一道口子 怕个球啊 来吧 水果刀在这手臂上是轻轻一划了 刀锋冰凉的触感那是十分清晰啊 哎 但这划过之后 却没有出现任何的伤痕 哎呦 这皮肤也是光滑如初啊 我去 这真牛逼啊 这把水果刀 那刀锋可不顿啊 林凡以前削苹果的时候啊 被这玩意滑得这血是哗哗直流啊 那我再用点力试试 他再度测试 估摸着再加三分力 这一次啊 明显感觉到疼痛了 但是呢 他还是忍住了 随即发现 哎呦 这刀锋划过之处有一道白痕 嗯 很清晰 但仍然是没有受伤的 接着啊 测试 无成力 这次啊 终于受伤了 皮肤破开一道口子 哎 当然这也没流血啊 显然 哎 这只是伤了表皮啊 那我现在的力量 应该比普通人大出几倍 我自己用锋利的水果刀 大约五成力量都没流血的话 那么普通人手持一般的刀剑 应该是很难伤到我才对 林凡对这个肉体目前的防御力啊 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 不过还是不能太浪啊 只能说一般刀剑的劈砍 我能扛得住 可疼痛感依旧会有啊 而且如果是尖锐力气刺激的话 未必能挡得住啊 啊 你说尝试一下这个尖锐的力气 能不能给自个儿捅穿了 那林凡是个傻子吗 他没那么傻 你跑去买个尖刀什么的 你没事干 你捅自个儿玩啊 你万一给捅漏了 你可咋办呢 防御力啊 这大致有了个了解了 接下来就是这速度 林凡通过手机的这个秒表功能啊 趁着现在就是上班的时间 附近的人呢 也不多 找了条这个比较安静的街道 估算好了距离之后 哎呦 全速飞奔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百米五秒左右 比世界纪录快了近一倍啊 哎呦我去 林凡这是心头一跳啊 这个数据不可谓不夸张啊 甚至如果现在自个儿参加个什么田径比赛之类的 这金牌你这都拿到手软了吧 哎呀 可惜啊 这玩意不能去啊 这种变态成绩 想不引起别人关注你都难啊 哎那力量方面呢 要不然去健身房做个测试吧 算了去健身房还要钱的多贵啊 我直接去办砖不就行了吗 反正也能估算出大致的力量来 都一样吧 想到这里 嘿嘿 这次是梅滋滋的给刘德柱发了个消息 确定那工地仍然要人之后 便跑了过去 然后 哎 卧槽 五块 这他妈差不多四百多斤了吧 啊 他搬的还跟玩似的 工头是从哪找这么一个妖魔鬼怪啊 哎呀 这他妈是人 该不会是李云霸转世吧 嗯 指不定是项羽后代呢 哎哎 那什么 为啥我感觉他还能继续啊 五块砖看起来好轻松啊 比我搬一块还轻松 其他的搬砖工啊 都给看傻眼了 他们之中最厉害的呀 也就一次搬两块 而且还还不能持续搬 可咱林凡呢 哎呦我去 一次五块啊 跟那玩似的 不但是剑步如飞 你这还一趟又一趟啊 人家那搬一块 一个来回啊 都得这个三到五分钟的样子吧 他倒好 哎呦那跑得飞快 来回两分钟不到啊 老三忍不住了 这是来搬砖的吗 这 这他妈分明就是来抢钱的呀 众人一听 这都回过神来了 哎 你这玩意可不是来抢钱吗 你这个啊 他速度那么快 你搬的又那么多 不是他一个人搬完了 那我们搬什么呀 有人脑子一动 哎 不如我们给他点颜色看看 给他点颜色看 什么颜色 黄色吗 对 我觉得可以 所以你去吧 我给你助威 神他妈给点颜色 我还不想死呢 哎呀 其实我们不一定要打过他 才算给颜色呀 现在这个社会 打架斗殴什么的 可是谁先往地上躺 谁就赢 咱们大可以额他个几千块钱 一人几千块钱就是 嘿嘿 我他妈先额你们几千块 众人都沉默了 啊 似乎有些心动 或是在考虑此事的可行性呢 这时 一声怒骂声传了过来 自己没本事就嫉妒别人 这么多砖 你们他们能搬得完吗 人家不过是兼职 又不是每天来 少给老子想那些有的没的啊 把你们那些破想法都给老子收起来 不然都不用来了 刘德柱不知何时 已经站在了他们的身后 听闻他们想要讹人家林凡呀 顿时是怒骂出声了 都给老子搬穿去 不搬的 现在就滚 整天不想点好 净整些幺蛾子 在刘德柱骂骂咧声中 工人们是一哄而散了 再也不敢多说什么了 这时候啊 你再是要去碰个词什么的 那你真是脑子有坑啊 何况他们本来呢 也就没想那么做 只是有人提了一嘴而已 骂走了工人们 刘德柱 这才再度看向那个 搬得不亦乐乎的林凡 不由的是口歪眼邪呀 哎呦我去 浑身都哆嗦了 都抽抽了呀 这小子啊 这大理丸了吧 疯了 疯了 原本五块一起搬 你这就足够让他震惊到发抖了 但这一刻 这 这林凡直接搬起了十块 这 卧槽 刘德柱眼珠子都快突出来了呀 你们 十块 你这 这不是接近八百斤了吗 哎呦我去 这他们是人办到的事吗这 这世界顶级大力士 你这也未必能做得到吧 关键啊 就算人家能做得到 那体型你这长得跟金刚差不多 你这 这林凡 这 哎呀这分明就是一青瘦的小伙子呀 他再也忍不住了 在林凡将这一趟搬完之后 把他叫住了 小林啊 哎 怎么了 诸哥 林凡是满脸无辜啊 同时心中是十分的兴奋 十块砖一起办 那对自己来说啊 竟然还没到极限 换言之啊 自己现在这双手要是全力报举的话 哎呦 这估摸着得有上千斤的劲啊 那么自己要是全力出拳的 这力量得多大呀 如果啊 再遇到那几个什么几个毛的话 这随手一拳 你这不把他想给他打出来 都算他们拉得干净 这时 留得住的双腿啊 都在哆嗦 呃 你这 什么情况啊 啊 什么什么情况啊 林凡瞬间反应过来了 笑了笑说 啊 你说这个呀 这这这这没啥呀 我挺好的 这 就是力量大了点嘛 但你也知道 我农村的嘛 别的没有 就是有一绑子力气 哼 留得住无语啊 瞪大了双眼 啊 你神他妈来自农村呢 啊 就有一把子力气 这 这说的好像跟谁不是来自农村似的 这 我也来自农村 我咋没你这力气呢 别说是没有了 这 就算是看一眼 就吓得都直打哆嗦好吧 他呀 现在几乎是打着摆子 你这 会被抓进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研究的吧 当然啊 这个心中 到底存在于否 刘德柱他真不知道 他只是想用这话啊 来缓和一波气氛 妈 主要自己是自己真害怕呀 这 这要是把林凡者毛了给自己来一下 岂不是瞬间就要跪在地上 求我不要死 可关键问题 他不在于他跪不跪 而在于我肯定要跪呀 你说这玩意刘德柱能不怕吗 可他发现了 自己似乎不该说这个笑话 因为此时 这林凡 这摸着下巴 一脸这若有所思的 给他点头呢 同时 目光还不断的在自个身上 来来回回的扫尸 他不会再想这面口吧 免得自己真被抓进去研究了 就在这时 林凡 开口了 嗨 诸葛呀 你说的很有道理呀 林凡此时真想骂自己一声 杀雕啊 这刚才光顾着测试了 而且 太过于兴奋 根本就没想着 这藏着掖着呀 现在可好了 你这被几十号人都给瞅见了 哎呀 这若是没留下什么证据啊 比如说这个拍个视频什么的 这问题倒不大 你这万一人家拿个手机 给你拍下来呢 自己现在表现出这力量 你这不被重点关注 你这才见了鬼了你这 所以 他做出了一个决定 之后 我不能再来搬砖了 不来了 哎 不是咱不想赚钱了 恰恰相反 就现在这个效率啊 林凡估摸着 自己一天啊 起码赚个两三千块钱 这钱你说 他不香吗 哎 这太香了 这个 可问题在于 你这不能太高调啊 甚至啊 由于刚才的暴露 谨慎着想 他觉着自己之后啊 那不能再来了 刘德柱口中的这个 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 虽然未必真实存在啊 但这林凡绝对相信 那是存在类似的机构的 自己现在啊 虽然已经是小友 那么一丢丢的实力了 但是现在你就就就 被那些个机构 什么部门盯上了 显然是愚蠢至极的行为啊 所以 嗯 这注定不能再来了 哪怕自己之后 这个隐忍一些啊 不暴露力量 但是这鱿鱼已经暴露过了 继续你要在这儿的话 也依旧会被不少人给关注啊 不考虑考虑 刘德柱这突然觉着 哎呦有点可惜啊 啊 你说这么好的一个班砖的 这个超级班砖专家 你这就不来了 但这话一出口呢 他就想给自己 啪 一个大嘴巴子呀 所以露出了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我觉得你挺合适的一行呢 或许是吧 但以后我会非常的忙 所以真的不能来了 林凡也很无奈啊 你这晚上如果自己火力全开的话 你搬砖一个月 这整不好挣个好几万呢 哎 可惜 不可能 那真是可惜了 刘德柱心里是长出一口气 面上呢 却是一片惋惜 不过人格有志 你好歹也是个研究师 将来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更广阔的天地 行吧 我给你把账结一下啊 刘德柱掏出钱来 林凡一看呢 心里便明白了 感情 他也不想我留下来 也对 毕竟像我这种非正常人类的存在 很可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麻烦啊 不过 这之后该怎么赚钱呢 哎呀 离开了工地 坐上公交车 林凡摸着这兜里的几百块 必须要尽快寻找新的赚钱门路了 也不知道我现在还有多少钱了 那败家娘们这几天 该不会把我手机里的钱都花光了吧 想到这儿 林凡打开了支付软件 瞥了一眼余额 哎 五百多 随意这么一瞥 他就一开目光了 哎 看来这败家娘们这次没咋花钱 哎 哎 不是 不是 等等 这突然觉着有些不对啊 重新看了一眼余额 哎呀 行了 看来这败家娘们这次倒是没怎么花 哎 哎 等等 哎 个十百千万 五万零三百多块 我这 这这这 什么情况啊 啊 林凡的嘴 逐渐张开 哎 我啥时候这么有钱吧 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我 我 哎 难道是他弄的 不会吧 林凡直接傻了 林凡很快反应过来了 毕竟啊 只有这一个解释啊 可他是 怎么能在三天里就赚到五万块的呢 嗯 等一下 那 那 难不成 难不成是抢劫 我的老天爷呀 我这年纪轻轻的 我可不想坐牢呀 他瞬间是浑身冰冰凉啊 第一次你这来是抢吃的 你这次 你这玩意儿 直接该抢劫了呀 不然 这这这不能这么快赚这么多钱呢 哎 不 不对啊 突然这林凡是心中一抖 还有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 难道是 哎 不不不 不会是那虎娘们不想努力了 然后用我的身体 找了一副婆什么的嘛 他怎么能这样啊 那副婆好看吗 啊 或许啊 是这个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作为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 嗯 没有任何的背景 林凡这从小就知道赚钱的不容易呀 五万多呀 啊 他就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呢 可现在啊 三天之内 这余额里突然多出这么些钱来 在他看来 似乎也就只有这么几种可能性了吧 要么嘛 那就是犯法了啊 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 要么这就是 啊 不想努力 这这傍上富婆了 你说这玩意儿 这除此之外 还能有啥呀 哎 可问题在于 这不管是哪种可能啊 对于自己来说 这可都不是什么好事啊 哎 哎呀我去 林凡现在呀脑袋都大了 一时间还真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好了 不过 他很快就反应过来了 必须尽快弄清楚这五万块钱的来路啊 既然是在手机里收的钱 那应该有收支记录吧 他打开了账单 哎 结果发现 这是吴国栋通过二维码付款的 哎 这是吴国栋 之前那警察叔叔 啊 这林凡就更懵了 哎 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这都是 警察叔叔给自己转钱还还还转这么多 哎呦 他摸了摸后腰 难逆到 我这背上也没伤口 腰子也还在 那这钱他他到底是哪来的呀 警察叔叔给自己转五万块啊 这怎么想都觉得奇怪啊 这败家 你也貌似也不败家啊 而且还赚了这么大一笔钱呢 可可这么大个事 他怎么也不留言说一下啊 搞得我很胶着呀 现在 但是这个胶着啊 归胶着 林凡呢 也能大致猜到了这齐子霄的心态了 简单来说 就是傲娇呗 或许他赚到这笔钱的时候 心里指不定高兴成啥样呢 甚至还想递死我一下 但是傲娇的心态 让他不允许自己这么做 嗯 应该是这样吧 可是问题在于 这笔钱他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赚到的呢 现在的林凡呢 倒是不担心啊 这钱来历不明了 人家这警察叔叔转的钱 这要是真来历不明的话 自己现在早进去了好吧 可就在这次要放下心来的时候 突然 哎呦 心头一跳啊 哎 有没有可能是这虎娘们 用什么迷魂术之类的 把警察叔叔给迷住了 哎呀 想来想去 只剩下了一声叹息 哎呀 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无论是什么来路 这钱反正已经到手了不是 就算是迷魂术什么的 也只能祈祷他 慢些恢复吧 啊 事已至此 那还能咋办呢 下了公交 林凡就直奔实验室而去 既然回来了 自然是要去报到的呀 同时混个脸熟啥的 你不然你到时候 你拿不到毕业证 你这不白忙活了吗 虽然现在啊 自己有了奇遇 但是这奇遇最后结果怎么样 这谁也不知道啊 能拿到这研究生毕业证的话 那将来好歹也是多一条路不是 这可是一张安全牌啊 林凡如此告诫自己 实验室里啊 陈教授正带着一群学生 做着各种实验和研究呢 老陈头啊 在这个国内的物理学界 那家伙绝对是大牛一般的存在啊 所以这学生多呀 也正因如此呢 咱林凡才想着让王东这货呀 帮自个儿请个假 人多是不是 万一这老陈头把自个儿给忘了呢 然而 想法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林凡这前脚刚进实验室 就被这老陈头逮住了 他苍老却明亮的眸子 看了一眼林凡 来了 是 那个教授我 林凡有些尴尬呀 你跟我来 老陈头带着林凡去了办公室 而后啊 苦口婆心呢 你是个善良的孩子 你的事 王东也跟我说了 不是这王东都说啥了 林凡表示这自己根本不知道啊 所以呢 他也不好意思开口 只是在那儿 干笑 都说 夫妻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各自飞 你跟你那小女朋友 还没领证的吧 却依旧能在这种时刻不离不弃 甚至还经常去照顾她 哎 老陈头啊 老陈头啊 也不知是想起什么来了 抹了抹眼 如果当年 我也像你一样 就不会留下这么多遗憾 你去吧 她需要的是陪伴 尤其是你的陪伴 在这事处理完之前 不用来了 至于学业 之后有时间过来 我给你补上就是 林凡这表面上相对平静 实际上吧 这满脑子都是一堆问号啊 哎 这什么鬼啊 这又怎么回事啊 这 我完全是一脸懵逼的好吧 林凡整个人都快傻了 这突然发现 哎 这分明就是三天穿越一次呀 但却搞得好像是隔了一个世纪似的 这这这 自己这就三天没回来 结果感觉 这啥都不知道了 所以我这啥时候多了一个小女友啊 而且那小女友还需要照顾和陪伴 所以王东这货到底用了一个什么样的理由 来替我向老陈头请假的呀 陈教授满怀感慨 再度开口 去吧 哦 那那就谢谢老师了啊 虽然不知道这到底发生了啥事儿 这王东那货又是用什么理由给自己请的假 但目前来看呢 学校这边啊 倒是搞定了 短时间内呢 也不用牵扯自己的精力了 哎哎哎总的来说嘛 哎也是不错的 何况似乎 这个请假的理由 哎还真就引起这老陈头的共鸣来了 甚至啊 愿意帮自己补学业 哎 这不是美滋滋吗 同时那这林凡也就更为奇怪了 因为这老陈头啊 那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啊 据说啊 他这手底下就没有一个能蒙混过关的研究生 可现在你说这这货对自己这网开一面 啊 所以这王东用的是啥理由啊 出了办公室 林凡第一眼就瞥见了此刻正躲在角落里的王东 他不由的走了过去 把这货呀 揪出了实验室 咳咳咳 王东是退后了一步 干啥 老陈头找你说啥了 哦 他给我准嫁了呀 说短时间内我可以不用再去实验室了 我可真得是好好谢谢你呀 林凡笑咪咪的 哇 还真成功了 王东一惊啊 随即得意的笑道 嘿嘿 我就知道自己很机智吧 果然可以 是啊 很机智嘛 林凡赞叹哪 所以你到底是用什么办法让老陈头这种铁面无私般的存在都对我网开一面呢 这还不简单 当然是投其所好 当初啊 老陈头有个女朋友 结果年轻是因为癌症 育而中了 那时候的老陈头吧 又在国外忙着读博士 所以没能回来陪伴 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王东 依旧是洋洋得意 啊 所以你就 林凡的面色逐渐黑了 所以我就 明白了 啊 全明白了 林凡咬着牙 我就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小女朋友 而且这小女朋友还身患癌症 我呢 就变成一个绝世好男人 不但不离不弃 还各种陪伴 甚至身兼数职 拿出全部积蓄为他治病 嗯 王东呢 全然没发现问题啊 哎 依旧是很得意啊 你都知道了 不地道啊兄弟 老陈头都告诉你了 你还问我 果然还是我机智 对吧 这个理由 郑重下怀 完全可以让老陈头 对你网开一面 从而减少很多后续麻烦 林凡无虞 哎呀 我可真是谢谢你啊 你也忒机智了吧 忒 这句话 全然是林凡 咬着这个后凿牙 说出来了呀 啊 不客气 要不咱之前说好的 再进一步 直到你给我介绍一个漂亮小姐姐 成为女朋友为止 林凡翻着个白眼 哎 你呀 做梦吧你 我他妈不跟你绝交 就算不错了 还给你介绍女朋友 这给你 这给你美的啊 我这冰清玉节 截然一身 截身自好的 怎么就有小女朋友了 还咒人家得癌症 你怎么不得呢 你这不就是嘴癌吗 你这是翻脸不认人啊你 汪东嚷嚷着 林凡哪 懒得跟这货继续掰扯了 我呸 我先走了 之后再联系吧 别忘了我的女朋友 王东远远的招手 你说她是个坑货呀 敬给我整事 林凡这哭笑不得呀 这事吧 这说好吧 他也不算特别好 说坏吧 这 哎 似乎也不坏呀 就是你这 请假的理由 这实在是 林凡一手扶鹅 呵呵 难受 回家途中呢 他再度陷入了思考 哎呀 也怪我了 早该知道这货 就会给我整幺蛾子的 那接下来该干嘛呢 选择 哎呀 这又是选择 你这玩意来回穿 每个世界待上三天 那么这林凡 他就必须做好选择呀 在这个本尊世界 主要做什么 啊 在齐子肖那边的 这个修仙世界 哎 又主要得做什么 这个可以肯定的一点是 重点要放在本尊世界 修仙世界呢 就可以当作是辅助 啊 譬如从中学习 获得各种能力 用来辅助 我在现代世界中的一切 换句话说呢 现在主要是得给 现代世界的我 定下一个基调 那么这现代世界的追求 是啥呢 似乎这 不外乎就是名利二字呗 明嘛 这 这林凡是真不在乎啊 哎 但是这个利吧 这玩意你得好好规划一下呀 林凡琢磨起来了 天下兮兮皆为利来 天下嚷嚷皆为利亡 你这要在现代世界生活呀 那就离不开一个 钱字 money呀 W啊 当然啊 也可以选择如其子孝 出来乍到时那样啊 靠抢的 但这结果到底怎么样 那就不得而知了啊 除此之外呢 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 上需要钱 这父母也在农村苦了一辈子了 林凡自然想着 也让他们过上这好日子呀 呃 这在那之后呢 这林凡还想尝试追求一下 嗯 长生不老 这有这机会 你这 为什么不呢 所以首要目标还是赚钱呢 虽然现在这个余额有五万多啊 但那个虎娘们还会做出什么事 可说不准呢 还得再赚一些才稳妥 那么问题来了 做什么赚钱快还不违法呢 那虎娘们又到底是如何从警察叔叔手里弄到这些钱的呢 哎 我能不能也用这个方法来赚钱呢 这些呀 都是问题 而且都是这不小的问题啊 没错 林凡心动了 三天不到的时间 哎 你看看到时候五万 你说这碗谁不心动 换谁谁心动啊 可他又不能主动去问 你说 这样问了 这这这太难受了 这个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这 之前在子府圣地的时候 想知道什么就只能旁敲侧击的问 哎 现在回到自己的世界后 也要旁敲侧击了 哎 哎呀 难受啊 这是真的难受啊 哎呀 林凡是摇头晃脑 回到家 往这沙发上一摊 最终啊 他还是决定做上两手准备吧 一呢 是问问这个妻子笑 你这钱到底是怎么赚的呀 虽然这男人问女人啊 你这怎么赚钱 这似乎有那么些个尴尬 但咱现在和那女人 也是同一根绳上的蚂蚱了 你这也不能不接受啊 二呢 则是在想想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法子 看是否能在这个不大肆 暴露自己能力的情况下 找到一个这个赚钱快的门路 但是啊 这思前想后许久 林凡这还是没啥头绪 赚钱快的法子嘛 这倒是有啊 但都写在刑法里了 林凡呢 那可没黑话啊 也不想去碰那些个东西 一直到了第二天的上午 吴国栋却是主动来电话了 是他的电话 林凡是做好了准备 按下了接通 人还没死 不过他的死刑是肯定的 你也不用担心 林凡这 啥意思啊 莫尼玛我整个人都是啥的好吧 又是人没死 又是死刑的 你你真让我很害怕啊 哦 我我我知道了啊 虽然懵 但是这回应你总得有一个吧 啊 大不了就是待会我挂断电话 自个儿慢慢琢磨啊 消化消化呗 哎 对了 呃 还有个事啊 你抓住了这么多穷穷极恶的冲击份 我们组织决定再给你奖励五万块 同时呢 呃 也想把你塑造成新时代的好榜样 呃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大致上来说就是你要露个面 配合一下我们的宣传 呃 这个 哈哈哈哈 得 对上 感情啊 就是那虎逼娘们去抓了一个穷穷极恶的通缉份 啊 所以得到了五万块的悬赏 甚至 还有五万块在这路上呢 但前提是啊 自己得去配合警方啊 你得上个新闻 成为一个正义的英雄啥的 我尼玛 你可真是我啊 用我的身体去抓这个通缉份 万一挂了怎么办呢 好吧 似乎我现在也没那么容易挂啊 但是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呢 干啥 你这是要当赏金猎人吧 啊 哎 哎 你还别说啊 这个想法似乎 真的可以啊 这林凡摸着下巴是一阵琢磨呀 自己现在在这个现代世界啊 也算是一个弱化版的这个超人了吧 似乎 哎 还真就能当个赏金猎人 但前提是啊 你得能准确的找到那些个通缉犯吗 哎 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自己完全可以全国各地到处跑 哎 这既见识了风土人情 顺便这旅旅游 吃个美食 同时呢 还能赚W 甚至还可以找找看有没有各种什么这个地方啊 存在灵气什么的 或是寻找一下跟这个修真界有关的信息 哎 这岂不是一石三鸟 我这被靠子府圣地 想学到一个寻人的靶子 应该不是很难吧 这个念头刚刚升起 林凡这小脑袋瓜子里啊 便浮现出了吴国洞的样子 然后 嗯 心有缩感 仿佛就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地告诉自个儿 这吴国洞在哪呢 哎 这 这 这是 什么鬼啊 这是 我怎么突然会知道吴国洞在哪呢 哎 这脑海中的感觉就是啊 哎呦 这吴国洞现在正在这个 呃 东方啊 大约三四十公里外的一间警局里 跟自个儿打电话呢 哎 这种感觉还十分的强烈 哎呦 这就奇怪了啊 这 林凡错愕 恰在此时呢 吴国洞又说了 哎 你怎么不说话呀 哎 别担心啊 这人是没头伙的 就一个人 所以就算你露面了 也不会有人报复你 而且对你来说 有这样一个头衔在 也有不小的好处啊 之后无论是工作还是干什么 都会便利很多 林凡想了想 五万块 你这这这 哎呀 这不想放弃啊 但是这出名这事吧 你这这 呃 那个吴叔啊 要不然我们就各退一步吧 啊 什么意思啊 呃 就是这个五万块钱呢 你你先转给我 但是出名这事呢 我就不去了 你们随便安排一个警员上去就成了呗 哈哈 吴国洞哭笑不得 神他们各退一步 这也叫各退一步吗 这 我知道你担心啊 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这事真没多少坏处 你信我 这是信不信的问题吗 啊 这林凡就有些无奈了 啊 如果自己身上没这些个秘密啊 这英雄什么的 这这这咱当就当了呗 但是 这如果真被当做什么这楷模啊 现代英雄啥的 你这玩意给推广出去了 之后自己这关注度肯定不能低啊 这你这关注度越高 也就越容易暴露啊 你说这玩意他能随便答应吗 哎呀 吴叔啊 实不相瞒 我呢 其实是想低调的啊 这不是低不低调的问题 我们还能抢你的功劳吗 这叫什么事啊 拜托了 如果你坚持不来 这场宣传肯定是搞不定了 也就是说那五万块嘛 嗯 嗯 这这钱要没吗 林凡一连问号 啊 钱也没了 这 这丝啊 又开始纠结了 毕竟你说这五万块钱 他 哎呀 这真的很香啊 那 那我就再退一步 我 我戴个面具总行吧 人家零奖 零彩票什么的 都是戴面具的 对吧 吴国栋的话语中 是充满了无奈 你还真能退啊 而且啊 原本你说自己会补算 我还准备跟你再合作一下 再让你赚一笔外快来着 如果可以的话呢 甚至可以把你在全国同行之中 推广推广 但你既然不来 那也就只能 林凡一听 立刻开口 谁说不来啊 我怎么就不来了呢 时间地点告诉我快 哎 我跟你说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 你知道吧 就这个 建议勇为 为人民服务这种事 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嗯 吴国栋 笑骂了一句 你小子 待会发你手机上啊 记得到时候过来 挂了电话 吴国栋脸上的笑容啊 逐渐消失了 将这个时间地点发过去之后呢 他却逐渐沉默了下来 良久良久 看着眼前的这文件 才不由地长叹了一声 哎 这么做 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 希望别出什么幺蛾子吧 不然的话 哎 他呀 那是真没办法 秋树峰落网 按理说呢 是件大喜事 事情也的确如此 但是由于之前这林凡跳湖自尽这事 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他们在这天鹅湖里又捞出了一具尸骨 看样子呢 这还是被人蓄意沉湿的 那这事可就不容忽视了 上面此时已经给了吴国栋下了死命令了 半个月时间内 你把案给破了 成了啊 升职加薪 破不了你这虽然这个也没说什么后果啊 但是看这上级的态度啊 他估摸着如果这事要是没啥进展 自个儿啊 这辈子仕途 那也就到头了 哎呀 偏偏这案子吧 他还不简单 尸骨的身份已经通过这个DNA信息和失踪人口 比对等手段给查出来了 是几年前被绑架的大土豪之子 但是这问题就来了 这货是怎么死的呀 啊 又是被人给杀的故意沉到了这湖里头 要说这都三四年都过去了 那时候呢 这附近也没监控 你想要查出来 这谈何容易啊 偏偏啊 你还只给他半个月的时间 想来想去啊 吴国栋实在是没有半点把握 在半个月内把案给破了 哎 他便想到了 自称能掐会算 且跟这个秋树峰落网 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林凡了 虽然这吴国栋本人呢 其实相对排斥这些个神神叨叨的东西啊 但是你现在这情况你没办法呀 也只能是尝试着接触一下了 至于这接触之后嘛 那是真香还是后悔啊 你说现在你这玩意谁能说得清啊 哎 不过话说回来 这种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咋感觉我的脑袋变成了一个雷达了呢 哎 这 这是那虎娘们弄的 哎呀 两天后在警局召开发布会 林凡看着吴国栋发来的信息 他挑了挑眉 可那时候是齐子霄在控制我的身体啊 这 这能行吗 哎呀 我得谨慎一些啊 他决定啊 多叮嘱一下 啊 倒也没有特地限制这齐子霄不准去 还是怎么地的啊 毕竟人家之前那已经是成功搞着五万块了 而且也和这吴国栋接触过了 既然这吴国栋上次没发现啥问题 那么这再来一次问题应该也不会大吧 只要确定这齐子霄他不会乱说就成了 而从之前的这个经历来看呢 齐子霄这一点上做的还是挺到位的 那就通过这事和吴国栋说的那些事赚一笔钱 哎 算是启动资金 然后再不断调整和改变前进的方向 也就只能怎么办了 现在这个世界呀 万事开头难 而且这做什么呢 都要钱呢 五万那看似不少 但是你这玩意真花起来 还真不够看 至于这个赏金猎人这职业 这到底是做还是不做呢 那就先看看情况再做决定吧 有计划呀是个好事 但是你这计划呢 也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的改进变化 才行 对不对 做出决定之后 林凡立刻开始着手 给这个齐子霄刘世平 做出相应的叮嘱 很快三天时间就到了 两人是再一次穿越 林凡睁开眼时 已经变成了低头 看不到脚尖的齐子霄了 那么接下来 就在宗门内四处行走一番 尝试寻找一些对我有用的东西吧 首先是炼丹房 藏经阁内这丹方什么的自然是存在的啊 但是你这有丹方能炼出药来吗 那你这绝对没那么容易啊 所以啊 林凡准备先去这个炼丹房 瞅瞅 能不能弄到那些个常见的药草 也能炼制啊 但是这个效果还不错的丹药 毕竟你这现代世界 似乎也就只有那个常见的药草的好弄到啊 啊 你说灵药啊 那玩意你放现代世界你上哪弄去啊 最好是治病 强身健体的药 林凡是暗暗思索着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玩意他最好赚钱呢 人那些个什么都市修仙的小说里 不都那么写着呢吗 随便就几个什么土豪之类的 哎呀 你这车子房子票子 甚至美女 这全都有了吗 这 不多时 林凡便出门了 带上了陈诚和周一宁两名护法弟子 前往炼丹房 途中啊 遇到的人不多 但是你这圣女一动 那肯定还是惊动四方的 圣女齐子霄 本就受这个弟子们的关注啊 更何况是有了这上一次 藏经阁一层这个 神功蒙尘之后 那早就有不少弟子 暗中关注着这圣女的动向了 所以啊 这林凡刚刚踏出浩月峰 便有诸多弟子是闻风而动 快 快报答吃钱 圣女又出关了 目前目的地不明 速速告知圣子殿下 圣女出关了 观其方向 像是要去炼丹房 听说了吗 圣女殿下朝炼丹房而去了 圣女去炼丹房干嘛 谁知道呢 但如今 圣女正处于闭关突破的关键时刻 若无必要 绝对不会外出的 如此说来 炼丹房内必有惊人之物 或许还能有帮助圣女突破的丹药问世 快去看看 人的这个脑补功能啊 那可谓真是极其强大 或许这原本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在通过这个蛛丝马迹的脑补之后 他也能够得出一个完美的结论 因此呀 很多关注圣女的弟子都认为 那必然是这个炼丹房出了什么惊人的丹药了 甚至啊 可以帮助其突破 否则你说这玩儿 圣女啊 他怎么可能在这种关键时刻 他出关呢 譬如这上次啊 圣女出关 那是为了什么呀 那不就是为了这个什么 天下道法总纲吗 而此番呢 哎呦 难道是这个炼丹房心炼出了什么 能让这圣女突破的啊 炼虚 且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极品丹药 毕竟若非如此的话 你这圣女他也不可能出关呢 是不是 这个想法呀 那一旦冒出来之后 诸多这个有身份啊 有地位的弟子 再也坐不住了 尤其是这个学女这等 虽然他不是圣女圣子 但是地位也很高的弟子 那去更是趋之若鹜啊 至于这个一般的内门啊 乃至于外门杂役弟子 却只能是 哎呀 望洋兴叹 这毕竟这个地位差别在那儿呢 是不是 就算你是说真有这丹药 除了那些个地位足够高的弟子之外 谁能弄到啊 这点B数这心里还是得有的啊 圣子踏出房门 面色淡然 其子消去了炼丹房 是殿下 且外面都在传 说是炼丹房出了一款能让分神巅峰在一日间突破到炼虚的胆药 且没有任何副作用 哦 圣子目光微时 竟有此事 倒是不错 殿下 我们要不要 你等去看看便是 若能拿到手便换上一些 毕竟你等日后也用得着 若是不能便罢了 殿下 我等是否需要给圣女那边 不必 圣子傲然一笑 我已然快他一步 且若是他真的靠服药突破 就是彻底落了下程 我倒是希望他服药 因为如此一来 圣子转身 房门自动闭合 屋内再没有声音传出 这护法弟子们是对视了一眼 进阶是惊叹出声啊 不愧是殿下 心气之高 远非我等所能挤眼 殿下气运无双 天资绝世 又岂会怕一个靠丹药晋升之人 是啊 或许在殿下看来 若是其子傻需要靠丹药突破的话 便已经不必放在眼中了吧 既如此 我们便去炼丹房看看 长空之上 一柄透明长剑破空 剑身上 你就看啊 薛女是面露期待 心情急切啊 我已准备好随时突破分身 若是能得到一枚炼虚丹 或许不久后 便能与其子小处于同一境界 即使 无论如何 极品炼虚丹 必须得到 虽然现在只是传言 但几乎所有弟子那都信了 甚至 薛女啊 还为其取了一名字 炼虚丹 这没有副作用 那可就是极品炼虚丹啊 怎么样 你看 这名字起的就很贴切吧 这就是炼丹房吗 非洲上 林凡是圆圆的 看着炼丹房上 烟气寥寥 面色呀 依旧是寒冰如初啊 心中呢 却有些惊叹 这还真 真挺那啥 这个表里如意的啊 一看就是在炼丹呢 远远看去 药丰之巅 一个巨大的单炉坐落 不是有这个弟子进进出出啊 其上更是有着诸多烟雾 像是永远也不会散去一般 药丰上下呢 有着这个万千药田 再看这个药田内啊 哎呦 满满当当的种着各种灵药 同时啊 还有这个大量的杂役弟子 正在忙碌着照看这些灵药 而这个诸多灵药所溢散的这个灵气啊 那是汇聚在一起 让整个药丰都显得是雾气蒙蒙的 宛若这仙境一般 你就听啊 呼啦一声 这个非洲破空 朝药丰而下 这药丰呢 倒是没多少规矩啊 不准飞行什么的 完全可以直接降落在这个炼丹房的门口 事实上呢 药丰上下的诸多弟子 反倒是更讨厌啊 有人徒步上山来 因为你这山上山下 到处都是药田啊 一些看似这没灵药的地方呢 也都往往栽种着 些许的这个灵药的种子 你这要是步行走上来 你万一把这灵药给踩了 怎么办呢 就算你这没踩到灵药 你这踩到这花花草草 也不好啊 是不是 上人 进入丹炉一般的这个炼丹房啊 哎呦 你都闻到这个药箱扑鼻而来啊 身旁的弟子呢 是接近行礼 林凡呢 则是淡然而过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齐子霄这刘颖中说了 见到这一般弟子呀 直接无视他就行了 呃 不一般的呀 这不一般的弟子 齐子霄也交代了 放眼看去啊 比从外面看 那大了不知道有多少倍 我去 这是用了什么 虚弥借子的手段吗 嗯 林凡是心中惊叹 表面上呢 却依旧是保持淡定啊 可以发现 这整个炼丹房内呢 有诸多丹室 其中啊 大多丹室都空着的 但也有着不少丹室呢 有人正在炼丹 或是忙得不亦乐乎 或是正皱眉苦思呢 更有甚成 哎呦 那是面色大变的 狂奔而出 边奔边喊 哎呦 呦呦呦 呦呦呦 是吗 林凡这心中呢 不由的就接了一句 却听那弟子又说 要炸炉了 林凡这 这这这这就无语了 你这吓人呢 你这个 我还以为你要要说唱 Hreestyle呢 这丝心中吐槽啊 而就在此时 一群人从这个单房深处 朝林凡一行三人士 急步而来 当先一人呢 哎呦 肥头胆 约摸着有一米六的身高吧 但这个体重啊 那去 绝对超了两百斤了 仿佛这每跨出一步啊 全身这个肥肉都在乱颤呢 这几句特点的身材 也是瞬间让林凡知晓了 此人的身份 子辅圣帝 炼丹坊 首席弟子 丹道天才 丹成子 受你殿下大驾光临 丹成子有失远迎 还请恕罪 恕罪呀 丹成子远远的 这一张脸便笑得跟那菊花开了似的 而他的态度呀 也让林凡觉着 这有些个怪异啊 嘿 这货 咋感觉跟这个一般的修真者 他不一样呢 哎 这林凡就很疑惑 然而啊 不等他了解 便听着大门外传来了一声惊呼 丹师兄 师兄 丹师不妙啊 据说圣女要来咱们炼丹坊 还都在船 也捣鼓出了极品连续弹 可以无任何副作用地突破到连续弹